第一年,第五條 題目就是,如果你給它25N 的時候 它仍然都是 at rest 仍然都是 at rest 的話,即是說它有一個 friction 是等於25N 去對抗它 題目就是, after 25N 盒是否開始動呢?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盒要開始動,我們要知道 這個 maximum friction 是多少 那怎樣知道 maximum friction 呢? 就是它要開始動,我才知道 maximum friction 那所以呢,f 比 25N 呢 其實,我給一個例子 我當作,如果 maximum friction 是 26N 那就是說,如果 applied force 介乎在 25-26之間 其實它都可以是不動的 不 start to move 的 所以這個句子就不是 must be correct 了 那第二個,f 等於 25N 那麼,Fiction 是否會比它更大呢? 那不是,因為如果Fiction 是 25N 的話 Fiction 只會跟它一樣的 第三,如果Fiction 是 20N 的話 Fiction 也會 10N 這個就對了,就是符合Fiction 最基本的運作方式 正指的時候,Fiction 只會等於 applied force D part,如果F 是 0 的話 即是沒有Fiction 的話 就像上條一樣說 Fiction 也會是 0 所以答案就會是 C